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我們各縣市的護理師朋友 齊聚在一起 用行動來支持我 我非常的感動 也非常的感謝 這是一個非常溫暖而堅定的支持力量 希望能夠持續改善我們護理師的職業環境 護病筆的入法 我們今年5月已經正式上路 職場匿名吹哨通報的制度也建立了 希望能夠保護護理師的尊嚴跟權益 各位溫柔而有包容的護理師 是我們團結這個社會最大的護著劑 護理師在未來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給你把照片抬高分 謝謝 謝謝 你們 不可能